打負責 相關機關於奧州內 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但委員例領執政期限則重啟指定 二 本來報告及審討結束 令定期繼續審查 因此提案兩案均修正通過 宣讀完畢 好 謝謝 報告委員會 今天的議程 為邀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主委列席報告業務概況 並被質詢 那麼針對大家非常關心的 合一場一號機重啟的專案報告 並非今天的議案 所以我在這邊先特別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好 首先介紹本委員會 今日出席委員 我們現場有柯智恩委員 怎麼沒有掌聲呢 好 還有蘇巧惠委員 好 接下來介紹 叫列席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的官員代表 現場有我們的原子能委員會 主委謝小新 謝主委 來 怎麼沒有掌聲 好 政務副主委蔡惠敏 核能研究所 所長馬英邦 物管局局長邱士聰 謝謝 輻社偵測中心主任劉文希 綜合計畫處處長邵耀祖 好 核能管局部 核能管局局長張馨 福社防護處處長黃錦忠 核能技術處處處長徐明德 秘書處處長楊晉成 主計市代理主任邱榮平 人事市主任楊良斌 政風市主任董群毅 好 好 現在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 進行口頭報告10分鐘 主席 各位委員 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大院第九屆第一會期教育局文化委員會 第24次全體委員會議 本人曾邀前來列席報告 深感榮幸 首先 對於大院委員 對本會的支持及指教 致上敬意於謝程 政府自力推動經濟結構轉型 同時關注環境的永續發展 與國人生活安全 並以2025非核家園為目標 原能會在守護安全的職責下 除了專業創新 守護福安 並以監督 穩健廢核及核廢處理 作為未來重要的施政主軸 2025年之前 原人會將持續監督 現有運轉之核能電廠安全把關工作 甚至陸續除以之核廢管理 則為跨時代工程與責任 必須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符合環境倫理與世代正義為原則 在這個前提下 原人會積極推動民眾參與及溝通 以獲得社會大眾對核廢安全管理的信任 原人會將加強推動的工作 包括下列幾個面向 嚴格監督核安福安 強化核災應變機制 強化核廢安全管理 加強社會民眾溝通 推動科研創新 及增進國際合作及交流 以下則要報告 並提出未來的工作方向 敬請各位委員不令會議指教 一 嚴格監督核安福安 強化核災應變機制 在現有的核能電廠建林除疫前 原人會仍需做好 監督核能電廠運轉安全 核安守門員的角色 以及安全強化措施 透過風險分級 和推動業者自主管理的並行策略 做好輻射源之安全防護管制工作 核災輻災的影響層面非常深遠 監督工作必須戒慎恐懼 要以確保民眾健康安全為第一要務 為因應重大天然災害 所引發嚴重核止事故 以協調相關政府機構 建立重大天然災害 並同核止事故發生之 複合型災害應變機制 未來重點為持續建構嚴謹的防災機制 與各層及應變系統 落實教育演練與民眾參與 二 強化核廢安全管理 加強社會民眾溝通 核能發電在台灣已超過30年 累積的核廢料日益增多 核廢處理為跨世代的責任 核廢後仍需嚴格監督 核廢處理之安全及減廢 在藍嶼儲存廠 圈廠作業方面 原能會樂見到台電公司 能盡早將核廢料圈離藍嶼 也會在適當時機提醒相關政府單位 對全廠作業提出更積極符合民意的做法 核能安全的監督工作 應嚴守中立 資訊公開透明 並且秉持專業的向民眾說明 爭取民眾的信任 原能會及以此原則將推動核能資訊透明機制 包括將公開說明會納入安全管制機制 擴大社會大眾及非政府組織參與及溝通 建立社會信任 三 推動科研與創新 增進國際合作及交流 核能安全是科技問題 原能會同仁將秉持專業技術 積極推動核能安全相關科技研究 提升核廢處理技術 以創新研發造福社會 持續加強與國際原則人相關機構 及學術研究單位之交流與合作 也是未來持續努力的目標 四 結語 2025非核家園是政府的既定政策 在邁向非核的過程中 除因弱死核能電廠安全監督 強化核災緊急應變機制 更需積極面對核電廠 除以結核廢料的問題 以確保人類健康與環境 不能將問題留給後代子孫 配合非核家園政策 對現有三座運轉中的核電廠 原能會將依既定時程 要求台電 妥為規劃除役作業 建立自主的管理技術 原能會除參照國內外安全規範 嚴格管制核電廠除役作業 並將建立民眾參與的機制 及核能資訊透明機制 力求審查作業之周延 面對寄存及未來核電廠除役 拆廠產生大量的核廢處理 在符合世代正義的原則下 將切實監督 臺電公司做好核電廠除役拆廠的規劃 也會要求臺電公司 切實執行放射性廢棄物中期儲存 及最終處置計畫 核電廠安全及核能安全是科技問題 也是社會大眾關注的問題 原能會同仁除秉持專業技術外 也期望能多站在社會大眾的角度 思考問題 處理問題 讓民眾可以安心 放心 也讓原能會可以成為 屬於社會大眾的原能會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先進不領指教 謝謝 好 謝謝 謝主委 我們剛剛漏掉了確診醫師錄 我再請問各位委員 上次會醫師錄有記載錯誤 好 沒有錯誤 醫師錄確定 好 現在來進行巡答 每位出席委員巡答時間10分鐘 必要時延長2分鐘 列席委員巡答時間為8分鐘 10點截止發言登記 委員如有臨時提案請於執行結束前提出處理提案 若提案委員金及連署委員軍部在場原理不予處理 首先請克志恩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請主委 好 請謝主委 主委 你需要開麥克風 好 對 謝謝 好 主委很緊張是不是 還好 那個端午連假有被請去喝小英下午茶嗎 是上午茶 OK 上午 那就早午餐好了 有特別提到什麼樣的能源政策嗎 有提到 但是有提到都是屬於再生能源 屬於再生能源 好 那好 再生能源當然是我們非常大的一個重點 特別是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想林全院長他在上星期二 就是6月7號在接受總質詢的時候 特別提到有關於限電的問題 他特別提出來的 如果我們這個天氣沒有太異常 然後台電如果他這個所謂的這個機器都沒有故障的話 大概而且我們怎樣維持到7%的這個被載率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有限電的危機嘛 這點沒有錯嘛 這是林全院長所提到 我幫你回憶一下 然後呢 台電為了要幫助大家來了解一下呢 他特別把這個 當然林全院長所提到7%的這個被載率的話 跟我們一般台電所說的15%是有一段的落差 那台電為了幫助大家來做這樣的一個更清楚的了解 我們現在定量用了多少 他特別用不同的顏色來做這樣的一個區分 好 那主委先看一下 那以我們林全院長所提到的7%的話 你認為它應該屬於什麼燈 抱歉我這個 看不太清楚 看不清楚 沒關係 那就是屬於黃燈 黃燈的意思就是所謂的供電吃景 所以7%照林全院長的標準的話 都是屬於供電吃景的一個狀況 我知道台電跟你關係密切 但是也不太歸你管 你要不要給台電建議一下 只要7%就是供電吃景的狀況之下 你認為它是不是應該把這個燈的這個標準 稍微調節一下 否則我們台灣永遠都是處在供電吃景的狀態當中 這樣聽起來好像也蠻詭異的 你的看法如何 謝謝委員的指教 不過基本上 因為台電有關這些相關的作業 這個是屬於目的事業主轉機關經濟部分台電的 當然 人能會主管核能發電的核能安全管制 但是為什麼要特別提出這個部分 所以我還說你給台電建議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你跟它的關聯度 只要電力一吃景 所以這個竹文你應該非常高興最近在下雨 因為下雨大家用的冷氣量就比較低 所以你們這個部分就不會掃到你們這邊來 那為什麼把台電這邊特別提出來 就是只要供電一吃景 大家就開始討論到核電的問題了 對不對 那核電的問題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出來嘛 在5月31號的時候呢 其實那是應該是說5月31號的時候呢 我們備載容量只剩下1.64 6月1號是全台灣創6月裡面最高溫38.7度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開始有人會提到了 所以你以這樣的一個標準來去看的話呢 幾乎在6月5月30號我調出資料 5月30號到6月3號大概只有一天 有一天是符合林全院長所提到的超過7% 剩下都是低於7以下 所以大家就開始會提到了 所謂要不要啟動核一廠的這個問題嘛 這也是因為由這樣的背景才過來的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核一廠 目前主委 如果這核一廠啟動的話 我們現在不管它要不要啟動 但是就資料顯示 它基本上面是只要一啟動的話 一天大概增加1.7%的 這樣子的備容量率嘛 沒有錯吧 600萬瓦 是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資料 其實這也是互無少補了 我看了之後才發現 你看從5月30號到6月3號 這個目前大家覺得最熱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核一廠一啟動 你會發現大概只有一天 因為啟動之後超過7% 剩下還是有三天還是都不夠用 所以好像是不是核一廠有沒有啟動 都好像是聊勝於無啊 主委 我還是強調一下就是 基本上呢 原人會只是站在核能安全管制 我了解 可是核一廠要啟動 我現在只是問你 就是說核一廠啟動的話 對我們目前的用量來說的話 好像是聊勝於無嘛 因為大部分的時間 即使在用電非常恭敬的狀況之下 都還是啟動了還是低於7%嘛 那要啟動核一廠幹什麼嘛 我還是要很抱歉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關於用電或是怎麼樣規劃 這基本上是台灣電力公司 跟經濟部的相關事實 是 那我們這部分呢 如果它啟動了 那基本上它就要按照我們的 這沒有問題 所以我剛剛說這個數據是沒有錯 那如果主委一直強調 要這個安全部分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核一廠基本上是因為 它這個把手脫落 所以它基本上面就會被停機嘛 而且它在去年104年4月的時候呢 通過原能會的檢定 認為是已經安全過關 已經是可以是啟動 在104年4月之後 根據報道裡面所顯示是這樣 這點沒有錯嘛 然後呢 當然也是因為我們這個教文委員會 特別提到了 如果要來啟動的話 要來我們這邊專案報告 我們這邊同意之後才可以 可是謝主委特別提到了 即使是我們立法 當然我們不會主動做這件事情 可是你特別提到了 即使教文會認為這個沒有問題 你可以啟動的 你還是認為你不見得會同意 因為你要經過後續的很多 你不見得會同意 你講不見得會同意的部分 這點我要跟委員稍微做一點報告跟說明 這些相關的 我想因為我是52年以後才正式接任嘛 那這些相關 因為這個市政者到在104年相關左右 所以沒關係 除了這塊呢 如果說委員會 你簡短回應 還需要 我簡短回應是這樣 如果說 基本上呢 如果他 有任何的 要恢復運轉的話 那基本上呢 一定要 一定要接受我們 嚴格的再檢視 絕對是的 這是我們大家的共識 沒有問題啊 再檢視 對 這沒有問題啊 可是你卻一副強調的 不得了的部分就是說 即使我們也是 基於這樣的原則 我們才會 可能有機會去同意嘛 大部分不會同意嘛 所以你講這句話部分 只是更加要強調 你是非常重視 這個核能安全是不是 因為原能會 還是你對原能會 4月30號所做的決定 你不太放心 你覺得這個 不太擔憂 好 所以你安全的原則是下面 如果說立法院 我們假設假設好了 立法院認為說 可以啟動的話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如果立法院認為是 可以啟動的話 那基本上呢 站在原能會的 監督核能安全管制的立場 我們還要再重新檢視 然後呢 如果是安全無餘 那不是4月去年 104年 4月就認為是安全無餘的嗎 可是那是104年 所以你對於那時候 所檢測的東西你不太放心 你認為對於這個 所以你要再重新 在你認了之後 要重新再檢視一遍 對你現在所做的這個規則 你比較會放心 我想這一部分好 因為事關這個原能安全 核能安全管制 我想請我們 如果委員同意的話 我請我們張處長 做一個補充作用好嗎 趙處長 可以很快 好來請說 我們只要快了 就說這是怎麼樣 我時間我還有很多問題要問 好 各位委員報告 大修有很多工作事項 提到這燃料 這只是其中一項專案報告 所以即使這項專案報告 然後在這邊在委員會 如果同意來我們這邊做了專案報告之後 機組要申請啟動 我們還會依照程序 他們所有相關該執行的測試 該執行的訓練 將執行的管理文件 當然這絕對是無責務旁貸 通通都會嚴格審查 審查完呢 如果審查完可以安全上無語 我們才會同意它起來 所以這個程序一定要走完 當然是沒有人懷疑這一點嘛 這每個人都其實在馬政府時代 即使我們同意 每個人也都會是這樣子 只是主委的這個想法再次強調 讓我們覺得那就乾脆除議算了 因為好像從頭到尾 就不會又認為說應該來啟動嘛 照主委的這個態度來看的話 否則你們態度跟我們是一致的啊 主委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是不是這麼認為合一根本就乾脆就是 我的重點還是程序要完備 是程序完備 所以還是有機會 因為現在目前台電也好 經濟部也好 並沒有提出這個相關的 當然是嘛 所以主委這部分就還是保留狀況 好我們肯定 我們肯定你這麼保留 是因為你認為 既然大家隨便都不敢出口講出任何一句 這個部分 我同意你是會非常的小心 但是我還是強調 過去因為大家都認為 原能會比較站在台電那一邊 那當然原能會只要顧及這個安全 新政府的政策某種程度上面 這個我也希望這個主委 你秉持你過去所認為的公正公開的一個原則 不要亂偏 我希望你還是偏在中間點好不好 這才是我們很大的一個重點 好那還有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講到這個能源的問題裡面 又來了 我們核二的部分裡面呢 我們現在發現 核二到底目前來說 它的用過燃料池的空間到底還有多少 什麼時候會用盡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基本上我所了解的核二一號機跟二號機分別的連線 基本上一個是在今年年底 11月一號機在11月 委員都知道是的 另外一個在明年6月 那基本上 請 那基本上他們的這個所謂用過燃料池目前的狀況到底是如何 因為我們知道這是面臨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你們曾經過申請要來做這個干涉儲存的這個部分 可是新北市因為環保的關係並沒有通過 即使那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 你們申請的狀況目前是如何 現在目前我們也嘗試要去做相關 儲存儲存的格價擴充 台電 台電 這是新的 那問題是 這不是新的 他們有這個已經提出來相關的計畫 過去 那我就要請問一下 過去你們都認為說是應該要所謂的這個燃料 都是應該用有編了一百多億 那時候跟經濟部可是被凍結的嘛 本來是很多核廢料的這個部分是要完全要外移嘛 而且編了一百多億 那如果說這是一個solution的話 為什麼現在才提出台電要做出這樣子的一個 你剛剛說什麼 儲存隔的這樣的一個再生使用 儲存池的格價 對 那為什麼呢 如果說以前可以有這個選擇 為什麼我們要花一百多億 去把這個所謂用過的這個燃料呢 外移的這樣的一個計畫呢 還是因為現在已經被凍結一百多億 沒有辦法去凍結 所以你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才開啟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安全我剛剛比較擔心你 我剛剛是第一次聽到你這個部分 雖然我在資料上面已經可以看出來了 這目前對外沒有特別大力的去說 可是這個部分 當初台電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有顧慮到這個安全的這樣一個部分嗎 我的意思是說 以前大家都認為外移是一個最大的部分 現在被凍結你們才想出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它這樣一個部分的安全性到底是如何 我想針對這一塊 我想我請我們核管 跟這個所謂的物管 他們會針對這一塊呢 相關的後續的這個做一個詳細的做 我如果說主委 你如果說拋出這樣的議題 有關這個問題 有關這個安全的這個問題 因為這是比較新的部分 我們可能要嚴格的來去 對這件事情做一個很大的一個追蹤 那最後呢 我知道關於核電的問題裡面 大家會非常多 然後你特別提到你去吃那個 喝那個早茶的時候呢 特別找到有個再生能源 那目前我們台灣目前的再生能源 大概就是屬於火力發電 跟所謂天然氣的這個層面嘛 對不對 這個不是我的這個 主管的這個相關的業務 這是經濟部的 所以主委你今天來告訴我就是 你站在這個地方 就是來跟我們保證核能 覺得是安全的狀況之下 這是我今天12分鐘聽起來的部分 你就是來保證 你就是來保證核能安全的這個部分嘛 你就是監督嘛 不管怎麼樣的問題 反正就是經濟部 或者是台電 或者是再生能源 反正都是 你只要管好你的核能 監督就好了 好 好吧 那各位委員大家就知道了 好了 監督安全很好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嘛 我真的希望 點亮台灣真的最後 如果說我們很多的備用能源 沒有辦法 我真的不想 最後我們是用蠟燭來點亮台灣 這是本席深刻覺得 這是非常重要的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科委員 謝謝主委 好 接下來請蘇巧惠委員諮詢 主席我們請主委 好 請謝主委 謝謝 謝謝 委員好 主委好 各位同仁好 剛剛主委算是第一次備詢 不過我看剛剛應該是準備的非常充分 因為在剛剛科委員12分鐘裡面 你完全沒有跳針 就是回答 謝謝 這個關於核電用電的問題 我們要請台電 這個是屬於經濟部的 我今天在這裡不會做任何的表示 也不會做任何回答就對了 那主委 我呢不一樣啦 你是政務官 我是民選的民意代表 而且來自新北市 我們有核電廠相當的多 所以其實我在這裡 確實是可以公開表示我的態度 其實我會認為喔 這個我們這些年來 都在台電威脅說 我們有限電用電量不足的態度之下 來討論是不是要有繼續使用核能 這個問題實在是非常荒謬 因為我這樣看到的資料 我們這個我手上有一份資料 這個核能比例和限電的次數 其實我們從1989年開始喔 那我們使用核能的比例是一直在下降 他比如說我們是從1994年看到 我們的核能使用是到31.40% 一直到現在 2013年現在只剩下16 我們的核能使用的範圍是一直在 比例是一直在下降 但是我們的限電次數呢 我們限電次數最高的 確實就是在這個1994年 它到達16次 但是從2003年之後 我們根本就沒有在限過電啊 那為什麼我們是一直在這個限電 被威脅要限電的恐懼之下 來討論要不要使用核能呢 我想你還是不會回答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去經濟部好好的來問一問 這樣大家同仁 這樣看起來都鬆了一口氣啊 我們會去經濟部好好的來問一問 這個問題用電 台灣的用電到底要如何分配 那不過今天呢 既然剛剛主委說 這個原能會最重要的職長 就是要主管核能及輻射的安全監督 那你在口頭報告這邊 也在在的提到 2025非核家園是政府的既定政策 那原能會呢 你也表示公開宣誓說 堅守中立推動透明公開與全民監督 讓各界恢復對原能會的信任 也是你上任沒多久以後的公開宣誓嘛 那穩健費和合費處理是施政主軸 基於這三個部分 那我想喔 我們今天就針對這個部分 來跟主委做討論 主委我想請問一下 2025非核家園 那2025請問核一廠除一完成了嗎 這麼簡單的問題 2025核一除一完成了嗎 還沒有 還沒有嘛 好 那在這邊本席想請問 身為原能會的主委 我想請問 主委您對2025非核家園這句話 這個政策的意義是什麼 我想我很負責在這邊講 這個有關 2025非核家園基本上就是 目前現有的基礎 全部停機 換句話說是 永遠的 就是在停機的狀態 就不再相轉了嘛 是的 好 那這樣啊 簡單直接問啦 2025年台灣核能的相關問題都解決了嗎 還沒吧 當然是沒有 當然是沒有嘛 所以其實很負責任來講的話 2025年非核家園 只是 讓這個所有的核能相轉是停的 事實上 如果我們能夠按照現在的既定政策 這樣穩健的去走的話 有可能其實要到2050年 對不對 才有可能到達無核的家園嘛 而且這個前提是 還要我們的中程 這個中程儲存計畫 還有最終的處置場 都要能夠順利完成 是的 所以喔 這個 主委您的任務真的是非常的重大和艱鉅喔 因為如果是這些廚藝的工作都要能夠完成的話 其實按照我們現在的資料 是從2018年核一廠就要開始廚藝 對吧 2018年要開始廚藝喔 是18個月之後其實就要開始廚藝了 而且會在短短的2018到2025 8年之中 是三個廠六部機都要能夠除藝喔 對吧 沒有錯嘛 這個數據是這樣 聽起來數字很少 但是事實上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龐大的工程耶 8年之中 六部機組都要能夠除藝 這是多麼大的工程 絕對比大巨蛋還要大很多 而且主委 這個小英總統確實現在上任 他的任期就是到2020年 我相信主委會做得很好 所以這個四年之中 一定是由您掌管齁 那您的任期就要開始處理這件事情 請問主委 你對這個計畫 八年之中六部機要除藝 你覺得政府做得到嗎 有能力做到嗎 我認為是可以的 可以喔 那你覺得我們會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今天在這邊坦白講 基本上就是 社會大眾對這個圓能會 基本上呢 不夠信任 不夠信任嘛 那麼對台電也不夠信任 為什麼 那我想 我還是強調就是說 站在我的一個立場就是 針對著核能安全監督這一塊部分呢 我們很希望就是說 在圓能會這一部分呢 能夠將我們相關的證物或是業務呢 基本上能夠 遂行 而且能夠 執行 按照如期的 把這個事情做到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需要跟社會大眾的參與 因為社會大眾對於我們的圓能會 相關的建築 對你有提到說就是要能夠公開透明嘛 是 對不對 資料都要能夠提供嘛 其實本席也非常贊同主委的這種態度 我認為過去的嘛 政府所領導的狀況下 其實就是這個部分做得不夠完善 所以不管是在教育部的課綱 或者在圓能會的這個種種的部分 我們對核安福能 核能福安的這些資料 沒有辦法信任 就是因為資料不夠公開周全嘛 好 那麼現在這樣的話 我確實是根據幾項資料 來跟主委請教您的態度喔 主委你有詳細讀過台電提報的 核一廠廚藝計畫說明了嗎 核一廠廚藝計畫說明了嗎 要跟那個委員報很誠實的說明 我並沒有 還沒有 那我覺得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報告 因為已經迫在眉睫了 這個建議主委能夠加快腳步喔 那根據這個說明喔 審查預定是要在18個月內完成 18個月內是什麼 是明年的6月之前喔 是明年的6月之前喔 那你覺得喔 可是你現在沒有看過喔 那我現在也沒有辦法知道啊 我只能提醒 現在 主委你現在知道 進行到哪個階段了嗎 也不知道 我想這個東西我請這個 物料觀影局秋菊 好啦 那沒關係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所以我在這邊提供我的問題啦 公主委參考 之後原能會的各位同仁也可以參考 我現在看到的是 這邊的說明畫裡面 會外審查委員 就是不能只有原能會的委員嗎 我們需要更公開透明 更有說服力更有信任度 所以我們要有會外的審查委員 這個部分 確定了嗎 是或不是 確定了嗎 確定了 確定了喔 那可以公開名單嗎 可以公開委員的名單嗎 這一點我還是請邱局長 好 那主委我告訴你 其實根據這裡的規定喔 就是這個除以報告 會外審查委員的確認事項規定喔 是貴會的規定 委員同意 他這個上面是有 委員喔 要同意原能會 因為德是需要公開 本案審查人的姓名 所以我想未來的這個資料 是一定要可以公開 才不會造成 剛剛主委提到的 這個不信任的部分嘛 這是第一個部分喔 對好 這個第一部分 第二個部分 主委您提到了喔 這個 和安守門員的角色 是您希望原能會可以扮演好的 那在業務報告裡面 也提到說 鑒於日本福島核電廠的事故嚴重 所以希望台灣的核電廠能夠強化安全作施 所以邀請了OECD所屬核能署 還有歐盟職委會完成兩次壓力測試 這個部分主委就應該要清楚了吧 我們完成了兩次喔 您提到的嘛 業務報告裡面說 完成了兩次 那在這邊喔 主委你對這個報告信任嗎 你覺得這個報告 可以增加國人對福安的信任嗎 應該是的 你把它列在這個業務報告裡面 應該是嘛 不然你為什麼要列入呢 所以我說應該是 好 可是我在這裡 要提醒主委級委員會 原能會的同仁們 這個報告呢 其實是兩個 一個是在100年和102年 這樣的兩份報告 其實已經都被監察院在103年 已經糾正過了 為什麼 因為100年的時候 這份 100年的這份報告裡面 他的同行審查小組成員 七個人裡面 有一個人是台灣人 所以違背了這個審查的規定 那102年呢 因為原能會 他也沒有在國內 和歐洲舉行公胎研考會 所以也違反了歐盟壓力測試 關於透明度的規定 所以兩份所謂的壓力測試 其實都已經被監察院糾正了 而這卻是我們現在在網站上 唯一可以看到的民眾可以公開檢視的資料 主委 這樣的兩份報告 真的能夠 兩份被監察院已經糾正的報告 真的能夠增強國人 對核能安全的信任度嗎 這個本席相當的質疑啊 我想 因為那個是 針對剛才那個委員所提到的 這個針對監察院相關的糾正這一塊 那我剛才講 從我接任以後呢 我們一定要做到 剛才所講的公開透明 那以後這一部分呢 我們一定改進 好我現在都算提醒 我剛剛已經舉出兩份了齁 那最後第三份啦 因為我的時間也有限 只能再舉一份 主委 原能會在5月26送來的 核一廠燃料水磅連接感斷裂 對核能廠運轉安全的檢討專案報告裡面 你說這份報告齁 他說他召開了八次的專案審查會議 可是呢 並沒有列出出席學者專家的名單 本席為了今天的質疑齁 我特別去韓詢問 貴會給我的回答是 針對本案涉及的技術議題 除原能會相關同仁外 並邀請 距機械材料熱流 爐心安全等領域專長 共5位學者專家組成專案小組 協助本會審查隊 請問原能會的相關同仁是哪些人 就是核管處 所以是可以公開的嗎 那為什麼我去韓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公開的呢 然後呢 這個學者專家 一樣是沒有辦法公開 我在這裡現在想要請問的是 如果公開透明 增強社會大眾 對核能的信心 對這個核安的信心 那麼主委 其實確實原能會 可以做的有非常的多 因為如果這樣一份 原能會保證的報告 學者卻不願意具名背書 那我們到底要相信什麼呢 尤其是 核安在台灣是爭議如此高的一個議題 所以我想今天第一次的質詢 我從這個部分 從我們的既定政策 從主委的公開宣示 態度來和主委做討論 那我具體的提出三份資料上面 請原能會這邊做參考 未來我們希望能夠真正落實 主委公開透明這樣子的機制 謝謝主委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蘇委員 好 接下來請 吳智陽委員諮詢 主席有請 謝主委 好 請 謝主委 主委 今天雖然是你的業務報告 我還是就大家關心的事情請教 請問一下 現在新政府是不是有在考慮 核一廠一號機 重啟運作 我所了解的是沒有 沒有嗎 是 而且我相信 前陣子院長已經揭示了有三個條件 我想委員 多清楚 我想是你們原來已經在運作了 只是發現民意非常反感 然後趕快做調整 是不是這樣 我問你一下 一號機 已經停機大概17個月 到底要不要重啟 我們要重啟 考慮的關鍵是什麼 我們的思維是什麼 我剛才已經說明了 經過 院長在日前已經有提到 提出那三條件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原能會 站在一個 核能安全管制的立場 基本上 關於它 是不是重啟這些事情 跟原能會的 業務跟政務都沒有關係 我還是強調就是說 如果台電或是經濟部 提出相關的申請 那麼我們會嚴格的去檢視它 主委 你雖然不是發電的機構 但是你是整個原能政策的 是 制定者 對不對 如果經濟部台電跟你說 非要重啟核電 要不然我們電力不足 你會怎麼表示 我還是 基於剛才所講的 我會 針對著 所謂的 核能安全監督這一塊 我會做嚴格的檢視 然後 你剛剛講了院長 講了三個條件 對不對 那是 是的 我跟你講 據我了解 根本就是 你們新政府的所有的團隊 對 大家 腦筋裡面想的東西都不一樣 講出來 講錯了以後 發現 糟糕 這樣子違背自己很多 過去的承諾 後來你們才開會定調的嘛 來 我們現在放一下 我今天有準備 你們所有的幾個官員講的 我叫謝謝林佳言路 這個佳言本來是講好話的佳言 我發現你們講話 只顧講仲賢的 只顧講好聽的 沒有實質面 5月30號 你們原能會已經發文給我們 這個教育文化委員會 要求開專案報告 裡面 主題 6月8號 本委員會 本來要開的 叫做 新政府如何處理 何一場停機 及台電供電缺口之問題 這本來應該在經濟文化 應該在經濟委員會處理的 為什麼會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就是因為你們要經過這個報告以後 才可能重啟一號機 簡單就是這樣子 好 但是我現在第一個謝 謝謝林 第一個謝是謝長廷先生 他過去是行政院長 剛剛有委員講到說 長期以來民眾對台電不信任 對原能不信任 對不對 誰造成這個結果 大家都有責任 台電從小被罵到大的 你看一下謝長廷怎麼講 他在6月8號 民進黨的中常會 當眾駁斥 現在林喜耀講的 因為台電缺電了 所以要考慮重啟一號機 這是你們的邏輯 謝長廷說 不要讓台電騙 他說 台電 都用數據在騙人 台電最會騙人 這個是前行政院長講的 你們自己的 執政團隊 執政黨 對台電都不信任 這就第一個 謝謝林的謝 所以我們嚴重懷疑 5月30號你們排那個 就是要通過一個報告 讓本委員會 也沒有准許與否 就是來報告完 你們就可以 依照你們的程序 去重啟一號機 怎麼會 我剛剛問你 行政院團隊 從來沒有考慮過 重啟一號機 你怎麼會這樣回答 容許我再回答嗎 其實我們提出來 當初是尊重大院 在上個會期的時候 一些相關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其實大院報告 做完以後 基本上我們還 如果真是要重啟的話 我們還是要 嚴格的加以檢視 因為我們有一定的程序要走 所以這剛才 因為你還沒上任之前 你知不知道去年 104年4月 原能會已經通過安檢報告 同意重啟 是的 可是 那你現在還要另外一個 什麼報告 可是時間已經 我們當時 那報告有實現了是不是 不是 那個是完完全能 我還是強調就是說 我們 現在相關的報告呢 只是針對著燃料棒的這件事情 燃料水棒的事情 這是第一個 那換句話說 那針對著 103年年底 104年 檢修完畢以後的 相關的報告 為了要 符合 尊重 大院呢 所提出來 要做專案報告 所以我們針對著 那檢視 這檢視 那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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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 國民黨照理說 執政黨那個時候應該 但是那個時候已經有一個 反核的一個氛圍 連國民黨的委員 也不願意碰 所以 一直到現在 17個月 沒有人在處理 我很訝異 為什麼 5月30號 蔡英文 總統 才就任10天 就要把 又要我們 教育文化委員會 排這個專案報告 什麼意思 才10天 2025年的 非核家園 言由在耳 上任才10天 馬上急著 要做這個重啟一號機的 前去 這個 前面的一個動作 就是 本委員會的報告 為什麼 這樣子我請何管處 我不要聽他講 你講 那麼主要是 我們是尊重新的民意 因為是 這件事情 你覺得新的民意很希望 趕快聽到你們的報告 然後讓它重啟嗎 我想不是的 我想我們主要目的 你這樣贏的嗎 不是不是不是 我想要 我特別要說明的就是 因為這件事情 基本上已經持續的很久 那麼在 上一次 上一期的會期 你們並沒有 並沒有排 排定專案報告 所以說呢 在新的 新的開始以後呢 事實上這不是在我接 你接任之前 好啦 我不要聽你覺得 你那個 6月8號我們本來排的 就是5月30號你們喊的 那個報告 是不是就是跟 重啟一號季有關係 有關係還是沒關係 我還是強調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因為我還是強調 我再把題目念一遍給大家聽 大家覺得有沒有關係 現場可以做民調 新政府如何處理 和一場停機 及台電供電缺口之問題 專案報告 我們有要求你們排嗎 沒有啊 是你們來喊以後 我們的招委排下去 我還是要強調 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520之前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 好 周主委 是要提議 我們應該不可以 這測試的 我應該不可以 去看 оров報告 是这样吗 今天急着要排的是谁啊 是你们 我们没有要同意 等一下赵伟还要不分党派 叫我们签那个 怎么问 你在吃我们豆腐 你讲话都是加重的 加盐的 我跟主委报告 委员能不能让我再讲几句 没有 我没有时间了 非和家园 我们就算现在停役 停役以后刚才知道 不是马上就解决 要25年到100年 才能完全把这个 这个核能产生的 对环境的影响把它去除 有分各种不同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远见杂志的报道 刚才很多人都有引述 核二厂的一号机 今年11月30号 它的燃料就已经 没有办法再装填了 它的二号机也在明年的6月30号 要停机 然后核一厂的一号 二号机的冷却池 在明年的10月24 7月27 都已经客满了 你知道 核一厂在地的新北市政府 已经决定 不会允许任何 你储藏核废料的设备 再扩建 你知道这个是吧 有提做 对啊 那请问 你现在 我就算不同意 你重启动 你的核一厂的一号二号 核二厂的一号二号 马上在明年后年 都会面临到停机 无法运作 你为什么不干脆趁这个时候 你不会演绎吗 不会演绎 那你已经到你 核一厂要解决的 107 108年已经很近了嘛 是的 你为什么要花那么辛苦的时间 剩下一年 两年的时间 让它恢复 然后一下又要停机 就要不演绎 你这不是浪费 名指名高吗 所以我觉得 既然大家都有疑虑 就不要再重启了嘛 没有办法解决核废料的问题 以至于它没有办法再运作 就顺势让它除疫嘛 所以我觉得你不是只有 研议除疫的问题 你应该顺应民意 能够提前除疫的就提前除疫嘛 是不是这样 我再讲最后一个谢谢林 林是谁 林就是林权本人 他说2025年 非核家园目标从未改变 我觉得讲这个真的很好 但是从你们这些动作 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一个 虚无缥缈的话 林权上任20天 已经惹出这么多风波 他能做多久我都觉得怀疑 2025年的事情 他在那边承诺 这句话就算蔡英文讲 我都觉得有点怀疑 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总统 即使她连任两届坐满 2024年 到时候一事无成 她还是可以讲 2025年的目标 我们没有改变 你要让下一任的总统 接任半年就要 把2025年非核家园的事情做完 从你们打算有想到 要重启一号机 我就想到说 这几年你们一定是拖拖拉拉 往非核家园的相反方向在运作 除非你让我看到 现在碰到问题一号机 你该干脆不要重启 接下来的 找不到这个核肺料处理的 你就顺势让它停一 提早除意 这个至少有进度 让我们看到你有进度 你现在碰到困难 就说店又不够 然后谢长廷又说 那个骗人的 台电是骗人的 那你们自己在搞矛盾 所以谢谢您 家园路 谢谢你 从你们这几个人讲话 我看不出 我们的现在政府有任何 2025年达到非核家园的 任何的方法 步骤跟决心 谢谢委员执教 好 好 谢谢吴委员 谢谢 好 接下来请吴思瑶委员咨询 好 谢主席 有请我们谢主委 好 请谢主委 好 主委早安 我们今天所有被寻的官员同仁 大家辛苦早安 我发现您今天在宣读 在做业务报告的 这个宣读过程当中 中气十足 自信满满 非常好 谢谢 我希望你这位英雄 要气场 而不是英雄气短 谢谢 可是当我要问你 为你大大按个赞的同时 很遗憾 十分钟过去 我看到您站上背询台 在面对不分蓝绿的委员 质询的时候 刚刚的英雄气场 马上就英雄气虚了 主委 我希望您的自信满满 可以贯彻在所有的施政理念上 贯彻在民进党新政府 要落实非核家园的政策目标上 其实我非常不解 国民党政府 旧政府 长期以来 教育台湾的人民 核能安全 我们一定要核能 没有核能 台湾的经济没有办法发展 我们会没有电 可是我也非常不理解 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看到 国民党的民意代表们 我当然感谢 他们能够 因应新的民意 开始也符合 要非核的这样一个政策目标 甚至在刚刚背询的过程 我就看到 不好意思 我认为有些委员 不只 现在跟上民进党的新民意 新主张 甚至要把压力加在你身上 要求我们要 赶快的 催油 催油门 甚至要快马加鞭的 做到国民党过去 几十年来做不到的 要合一 提早除异这件事情 你可以大声讲啊 我真的认为矛盾的是谁 是国民党政府 矛盾的是谁 是国民党的民意代表 但是我也要说 您刚刚在这里背询的时候 动辄 在回应委员们 对于 合一场的一号机 是不是要重启 的时候 我认为你讲的气势好弱 你从头到尾只说 只要安全无余 在监督的角度之下 然后大愿同意 然后再考量 对不对 事实上 你可以有更积极的作为 园能会的几大中长城的施政方针 当中一项很大的目标就叫做 推展捷径能源技术 促进节能减碳 是不是 而这当中就有发展再生能源 新能源与技术整合的技术 这是你要做的工作 也有你要扶植发展环境节能减碳与产业应用的技术 这都是你的工作 所以你是有积极可以做的目标啊 你不能那么被动的说 是不是要合一场的这个一号机 是不是要重启 你讲的好像我就是末端的监督而已 我不能接受耶 主委 你有可以更积极去作为 也就是我们林权院长说的三大共识的第三项 我们要穷尽一切的努力 我们去发展新技术 我们去推广新能源 而这当中就是你的业务 你可以做 你不能都说 所以我希望您英雄气场啊 而且要撑到最后啊 非核家园就是民进党主张 2025年刚刚有委员说 民进党不负责任 小英如果连任了8年 最后把烂摊丢给下一任的政府 看虽我们非核家园2025 可以达成的目标 其实我要告诉国民党委员 不用担心啊 就像马英九的633 整个跳票 人民就会在他的8年执政之后 用选票来制裁他 人民民主就是最好的制裁 国民党的委员不用担心 民进党是不是 能够把2025的非核家园贯彻 我们就用行动来证明 而我需要你英雄气场啊 谢谢 我今天的破题就是 何安谁相信 过去确实是欠缺社会的信任 要不说外人做就应该要重建社会对于何安的信任 下一页 下一页 我的电脑 下一页 首先我要先说 照起钢啊 凡是照起钢最重要 我们原子能委员会组织条例 很清楚第十条规范 原子能委员会 每月要举行一次 对不对 是 主委你知道吗 过去的政府 有没有照起钢在开会啊 基本功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下一页 你知道状况怎么样 照理讲 每个月开一次会 一年十二次会 这几年 有没有照起钢开会啊 主委 没有 没有 不只没有照起钢开会啊 偷懒 谢泽 我整理出来 每一年平均都只开三到四次会 从这么八年来 马英九的八年来 平均只开了三十多次 每年只开三点四次 这跟我们法规明定的 一年开十二开会 天差地别 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执行率 连一个开会都不彻底 都没有照起钢 原能的安全 谁相信 你在这里承诺 你上任之后 依法 依程序 该开会就开会 不会再偷懒 不会再谢泽 是不是 是 这个我 基本上 刚才委员所指教的 基本上 我已经发现 所以说基本上 我们原则上呢 就是每个月 开一次 是 我当然也询问过 当初他们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如果委员想听的话 我就把这个 为什么 就是偷懒吗 就是谢泽吗 就是叫本宣科 就是拥抱和能 就是把原能会边缘化 自我弱化 你要听他辩解 还是要把他的 把他的仓八揭出来 没有任何借口 没任何借口 以后 就是叫起刚开会 英雄气场 从开会的贯彻 最起码的 下一页 我们说 我们说 重建人民对核安的信任 我非常感谢主委 你念资在资的就是 要扩大公民参与 扩大跟NGO 跟民众的对话 借由对话来消弭 大家过去 因为资讯不对称 甚至是资讯被隐匿 而造成对于 核能的信任危机 所以您说 各项审查 所有时程和报告 全部要公开上网 越快越好 第一时间 如果有些审查时程 拉得比较久 也都会逐步的去公开 非常好 你今天的业务报告也写到 核安的监督工作 要严守中立 资讯公开透明 秉持专业向民众说明 你告诉我有什么新的作为 可以落实你所谓的 扩大资讯公开透明 跟民众加强对话 是 谢谢委员的指教 刚才所提到的委员 也针对着我跟媒体的 查续的时候 我所做的说明 在这地方 基本上我们会在 以副主委 以政务副主委 为首的 一个跟社会大众 沟通的一个平台 这个目前 你说会成立一个 所谓的公开说明会是吧 是 这是多久开一次 什么时候开 什么样子的类型 什么样子的样态 这个我们目前还在 严谨当中 但是呢 我想基本上 如果说 委员想知道 更多详情的话呢 我想我请我们 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非常期待 我们的元能会 不能再自我矮化 不能再把自己弱化 你愿意 走上前线和民众对话 而且一改过去的 核能政策就是 宣导核能安全 核能最棒 给所有的台湾人民 用这种愚民的方式去 跟人民对话 这种事情不用再做 而是走到社区 走到前线跟公民 勇敢的对话 接受大家对于 核安的检验 人民大家一起来监督吗 很好 我会追踪你如何 落实所谓的 公开说明会的机制 下一页 但我也要提醒 我过去看到 今天还透过的啦 国民党政府的时候 落实资讯透明化 增进民众信任 有座 写得很漂亮 两项绩效指标 第一项 召开记者会说明 第二项 强化首长信箱的 及时处理 跟回应的流程 这么僵化的 这么由上往下的 政策宣导 政令宣导式的 居然被国民党政府 列为 落实资讯透明化的 绩效指标 笑死人 你会有一个 新的绩效指标 就是你说的 公开说明会 是吗 是 纳入 这种歌功颂德的 由上往下的 可以放到垃圾桶里了 谢谢指教 下一页 我在这里 指出来 你应该都很清楚 省计部 年年针对我们 原能会的 所有的河安监督事项 揪出很多问题 包括这几年来 就有110件的 违规件数 合一 合二 合三 合四 而注意改进 事项件数就高达 811件 这是审计部的 下一页 审计部也进一步 针对 合一 合二 合三的 所有的违规事项 再次做的统计 合一场38件 合二场35件 合三场16件 下一页 审计部针对 合四 总共有40件 安全管制事项 上代督促 完成改善 这东西的事情 你都要去要求 过去的政府 推脱啦 偷懒卸责 这就是你要去督导的 而且你所有的资讯 公开 拜托 不要再选择性的公布 我刚刚给你看的 都是审计部 打脸原能会 打脸合一 合二 合三 打脸台电 的很多具体数字 下一页 立法院预算中心 同样也针对 合一 合二 合三 合四的 违规事项 做出统计 这几年来89件 下一页 违规上位 结案的次数20件 这是立法院预算中心的 资料的调查 下一页 可是呢 国民党政府 歌功颂德 报喜不报忧 在原能会 国民党时期的 施政绩效里头 综合评估里头 纵使刚刚审计 进一步点出一堆问题 纵使我们的立法院 揪出一堆 再改善事项 但是国民党政府 做出来的 原能会 104年度施政绩效报告 综合评估是 18项都是 都是绿灯 黄灯只有四项 红灯跟白灯 就是一定要改善的是零项 这样子 报喜不报忧的绩效报告 可以丢到垃圾桶了 下一页 核安管制 红绿灯 你们原能会做的 全部都是 绿灯 都是安全无余 这样子 歌功颂德 报喜不报忧的 核安管制 也丢到垃圾桶 可以吗 我们要做 就做正确的诊断 正确的监督 严格的审查 而不是像过去的原能会 自我弱化之外 愚民 用这些数字 来欺骗台湾人民 难怪 我们对于核安 人民是信任破产 好 最后一页 主委 英雄药气场 2025年 就努力去做 不管国民党怎么看随我们 我们就是坚定的走 我在这里要求 聚当台电的橡皮图章 这是你第一个 要扮演英雄气场的角色 第二个 你要扮演称职的 核安守门员 核安监督不能放水 我刚刚样样像像讲的 审计部点出问题 立法院预算中心点出问题 你不可以在内部的原能会 所有的绩效考核 都是绿灯 都是高分 都是满分 真是笑死人 第三项 核能终结者 核能终结者 我们就一起努力 纵使前方有苦难 有艰辛 今天站上这个位置 英雄气场 撑到最后 我们加油好吗 好谢谢 谢谢委员直交 谢谢 好谢谢委员 好谢谢主委 谢谢 接下来请钟嘉宾委员咨询 谢谢 我们那个吴思耀委员一番很有励志的鼓舞 有没有很有疗愈的效果 好轻松一下 主委你是属兔还是属狗的 哦那就比较不会尴尬 那么因为接下来可能会谈到一个我们的成语 在在问这个成语之前呢 先请教一下主委 您认为原能会的主要的执掌是什么 它的任务是什么 原能会的主要执掌 就是严格的监督核能安全管制 包括哪些 核能业务很多啦 对 那如果现在正在运转的核能电厂 是 那么核能电厂周边的一些相关设施 还有呢 还有一些相关核辐射 核辐射像什么 核辐射像我们相关 医院大学 医院这些都有 那个是属于医疗服务 没错 那在这些功能 这些业务的内容任务当中 你原能会最主要的业务对象 你的业务量主要是放在哪一个对象上 坦白说就是社会大众 不是我是说在核能管制上 是哪一个部门 台电 那台电如果没有核电 原能会会不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不会的 不会的 还有其他嘛 所以我很担心 刚刚会说兔石狗喷啊 鸟尽工厂啊 如果原能会是在监督台电的核电围 唯一使命的话 那现在接下来 主委的角色就很尴尬 也就是说 原能会像那样的机关 是不是在其他国家 也是跟你一样 对于原子能的和平运用 扮演这样监督的角色 是 是 那么我们知道啦 在日本 它本来也有类似原能会的原能监督机关 它叫原子力 那请问一下 主委知道在 这个 东北大地震之后 日本的东北大地震之后 他们把它改组了嘛 是 那原因是什么 那因为是 基本上他们要走向 坦白说就是走向飞河 飞河 所以如果说从有核电的一个国家政策 到没有核电的国家政策 原子能监督机构 它是要面临转型跟调整 对不对 那你认为目前到目前为止 你看到日本 它的转型 它的做法 是不是还算方向正确 你对日本的原子能 叫做原子力规制委员会 是 有一些了解吗 有一些 有一些嘛 因为原能会 在去年 有委托了台北大学 做了一个引用报告 那我当中呢 举出啊 他们所对于 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叫做资讯公开 是 它这里面呢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呢 它规定它所举行的会议啊 对外都公开 甚至只要三人以上委员 所进行的磋商 它事后呢 会议的相关资料 会议记录 都要再公开在它的官方网站上 甚至包含了完整的会议影像 就跟立法院委员会也要录影一样 目前原能会有这样做吗 我们有一些做 但是做的还不够像 日本原子力这一块 但是你肯定他们这样做 说是对的喔 是的 未来会往这方面努力吗 我们朝这边去努力 好 那么它甚至呢 让民众可以事先上网知道 将会举办哪些会议 接受民众事先申请旁听 是 原能会有接受民众申请 会议旁听吗 有 目前有 那能不能把这个旁听的受理的公开 资讯公开 好 可以 那接下来 如果说民众发现有些资讯在网站上没有公开 那么在日本是根据情报公开法 台湾叫做资讯公开法 来要求呢 我们原能会来提供 有没有遇过这样的要求 民众要求根据资讯公开法 要求原能会公开资料 有 成果怎么样 多不多 有没有记录 有记录 那这些要求是不是也可以提示在你们网站上 让很多民间团你知道 我们可以去要求原能会公开资料 而且原能会依法必须公开 最后一个呢 在日本他们设计一些公开阅览室 民众可以自由去阅览 目前原能会有类似的设计吗 有 有哦 我看后面 打PASS的声音很大 我都听得到 都有 那很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主委 你认为这样的公开的目的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希望能够 讲清楚一点就是 希望原能会能够获得大众的信任 对 很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很希望全民参与 全民监督 后面这一项 我再帮您补充一下 因为不是只有原能会 有原子能的专家 全世界全台湾的原能专家 不见得都在原能会 这些民间的专家团体 其实包括现在的我们的副主委 郑副主委 其实在民间有很多类似的学者专家 他们只差没有原能会的机关的法定职长 可以要求核电 就是台电经营机构提供资料 那如果原能会拿到的资料 能够公开给这些民间的专家 甚至国内外的专家来看 无形中有很庞大的幕僚啊 智囊啊 在作为原能会 帮原能会监督核电 监督台电 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所以基于这样的方向 我要进一步呢 希望原能会能够做下一件事情 这是呢 我们在网站上啊 从日本的网页上看到 他们在原子力监督机关 原子力相关的预算当中 他们的预算书的呈显 好像是报纸的分类广告哦 好像要去观光旅游 我给你介绍游轮几天行啊 很清楚每个项目 价目多少 价格多少 每个计划多少预算 执行的成果如何 很清楚 一般民众只要有去买过 这个旅游券的 大概都看得懂 那你知道贵会的预算书 怎么编列吗 我们看一下 这个样子 这个是要给民众看的吗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拜托主委 是不是你上任后 明年度的预算审查 可不可以在你的网站上 将原能会的相关预算 或者进一步原能会 要求台电相关核电的预算 参考日本的做法 用简明易懂的方式 让民众可以去了解 到底我们纳税人的钱 花到哪里去了 可以吗 可以 好 很好 那么这样子我就不会说 原能会是为了台电而存在 也不至于哪一天 当台电不再发核电的时候 吐石狗烹鸟进工厂 原能会就冰起来了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 关于核四的未来 经济部部长跟相关的报导 有这四种可能 我们看一下 他说这个启封不列入选项 绝不再开 也不会再使用 第一种 第二种呢 继续维护封存 万一未来有可能限电 我们买个保险 第三种呢 核四呢 拆一拆 其他呢 我们盖一个天然气发电厂 第四种呢 就是把核四厂 因为还没用过嘛 但是台湾也不用了 我们拆掉 整厂输出卖给其他国家 这四种可能是负选题啦 主委 您个人觉得哪一种 比较可能的 核四是哪一种下场 完全不再起风 然后呢 改设千燃气场 然后呢 核四呢 拆掉卖掉 您看法呢 您判断一下 这是经济部的主张 我把它整理出来 我的判断就是 完全不再起风 完全不再起风 那核四怎么办 放在那里 刚才委员有提到说 是不是改变其他的这个 这可能是选项之一啦 可能选项之一 但是重新启用不会嘛 好 应该不会 那这下来我要问你 个人对核电 核能的立场了 现在台湾啊 大概官方跟民间 有四种地场 第一个叫做 我是人 我反核 第二个呢 叫做非核家园 我们呢 永续发展 第三种呢 就是核电 需要 但要限制 第四个呢 就是台电的说法 非核不可 没有核电 结果限电 基本上主委 您是哪一种 下一张 您是反核的 还是主张非核的 还是像国民党一样是限核的 还是像台电一样是非核不可的 您是哪一个 我现在是 很简单的选项 你会想那么久吗 也不需要想那么久 我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非核家园 你是非核家园的正确 目前民主进步党执政的立场 就是非核家园 那么民间的团体呢 是反核的哦 核电不止台湾不要 全世界都不可以哦 但是国民党的态度是什么 国民党的态度是说 核电没有错 只是机组老旧 像核一出的事情 除非 安全 原能会检查OK 然后呢 才能重挤 不然它还倾向不要用 核是保留着 也不要开 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卸责的说法 包括上星期 我们的轮值的招委 陈学胜委员 本来排星期三 要请原能会来做专案报告 原来国民党 他们在6月6号 经济委员会也提说 核一要重启啊 一定要经过来 跟交易委员会报告之后 才能重启 那么他到底是为了重启而铺路 还是为了他 不愿意为重启负责任 除非你的看法呢 到底是哪一种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告诉你 你不方便讲 我告诉你 目前在野的国民党 他的态度是 他要为他过去错误的核电政策 他要一刀化 核一核二核三核四 都是在任内兴建的 但是呢 核一核二核三出了四 他现在无法面对 所以呢 他本来要排星期三 你们报告之后 让核一啊 可以重启 但他觉得这样子 台台台台台湾社会要怪罪到 国民党啊 因为是你排了议程 所以呢 重启之后出了四 你要负责 所以他排了之后又取消 而且还跟我们叫文会挂钩 说核一要重启呢 一定要来跟我们报告 其实上一届 政力军委员并不是这样要求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知道 他的意图呢 就是不重启不扩大 他是现核 但是问到一个问题了 台电呢 台电的这个核四厂他怎么办 您觉得目前他封存 他的造价2838亿 他的封存费用要34亿 三年后每年还要花9亿 你觉得封存必要吗 值得花这个钱吗 有办法保证安全吗 报告委员 因为我不是这个 这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所以 不方便回答 好 但是我要告诉你 原能会的角色是什么 原能会审查台电的封存 就是一个目的 万一有需要重启 他目前 完整的好好 可以整个顶来 不出事 这就是原能会 要帮他背书保证的 原能会你要帮台电背书说 现在的封存 照你们过去的公布报告 他在去年7月 正式封存完毕 你们的检验报告 都是合格的 意味着未来要重启 他的安全是经过原能会背书的 你要背书吗 没有他如果按照正规的这个程序 然后按照我们核发 他这个有关这个 封存的这个 执照了以后呢 那基本上我们当然要检验他 但是你刚刚又说了啊 你是非核的啊 核电台湾不要嘛 那你又同意他重启 好了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我没有同意他重启 我是说你们现在封存 就是表示他未来是可以 可以重启安全重启嘛 现在只有一个可能啦 你要跟未来台电 假如需要把这个核电厂 卖给其他需要用核电厂的国家 你的角色就是帮他做产品输出认证 就是台湾卖给你的核电厂 是安全无余可以堪用的 就这个角色 你是不是扮演这个角色 你了解了吗 我了解 了解后 我建议你有一个国际交流 赶快去思考一下 台电可能把这个核市场 卖给哪个国家 万一他还没有原能会 你们就技术输出 告诉他要赶快成立一个原能会 万一这个电厂卖到你们的国家 你们的电力公司在营运 你们需要一个跟原能会一样的机构 来监督他的安全 有没有想清楚这一点 要赶快做 知道了 好那希望你从场考量 谢谢 谢谢中委员 谢谢 好 接下来请张廖万坚委员咨询 好 谢谢主席 我们请谢主委 好 请谢主委 好 谢主委 你好 我想你刚上任你第一次来这边备巡 那大家都非常关心台湾的缺电 跟核能核一场的一个会不会重启 有这样子一个疑虑 但是本席所知道的是 刚才我听到吴委员讲 我疼得不疼疼 我疼得不疼疼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2000年在民进党的 非核家园的政策里面 我们2000年第一次执政就想要做了 那当时因为民进党在立法院是少数 没有过半数 所以没有 因为没有国民党的支持 所以没有办法落实 所以核四继续盖 造成了今天 我们2011年发生了日本核灾之后 我们整个昭野全民 才慢慢去形成 台湾是应该要走向一个 非核家园的一个方向 我想这个东西 民进党在从早起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那当然现在因为 5月底的这个用电的问题 让这个核一场 这个一号机要不要重启啊 变成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那您起来之后 刚才吴委员有提到 我觉得你没有讲清楚 5月31号 5月31号 当时 我们原能会5月30号 我这边的资料是5月30号 我们有新闻 这个交易文化委员会 要就 要审查台湾电力公司所提 合一场一号机燃料水磅 连接杆断开处理专案报告 请贵委员会将本案列入议程 在这个信 这个公文里面 事实上它还说明 第一项说明就是 本会104年4月24号 5月7号 5月14号 6月5号 在上一届的立法院的第七会期 適度提交 都发函 那么在第八会期 也就是9月17号 第五次建议这个 教育文化委员会把它排入 那我这边我觉得应该要讲清楚的是 主委您刚上任10天 是像吴委员所讲的 小英主席马上下令你们 所以5月30号马上 把这个过去已经5度排行文 教育文化委员会来排入报告的 马上要排入吗 马上要重启吗 是这样子吗 不是 不是 那你知道这个函吗 我知道 你知道 那你当时送交的 你为什么要让他送交 送交的目的就是因为 针对着上个会期 同时呢 包含在520之前 是 原能会呢 也曾经跟 大院教育文会 讨论专案报告的事情 只是我是接续的 把这个提出来 就是第七届的时候 有四次发函 是 第八届的时候 第八届也开始 一会期开始就发函 是 那这一届新的国会到 目前为止 第一次发函 是 所以这是一个例行性的吧 对对对 例行性的 所以跟所谓缺电 没有关系 我想这个事情要弄清楚 能不能容许我再 稍微再 所以 不是因为5月30 你们发函 所以6月8号 我们委员会 就来排一个 所谓缺电危机 跟合一安全 不是吧 不是不是 奇怪 刚才巫委员也不提 我记得这个案子是 我们国民党的 陈学胜委员排的 是 也不是黄国书排的 是是是 我还去签他 反核家园的 我是人 我反核 我想说奇怪 怎么会 然后呢 上个礼拜三 排了之后 又突然取消 我就搞不清楚 那上个礼拜三 本来那个专案报告 6月报告 那个专案报告 有关缺电危机 跟合一安全 跟这个 没有关系 有关系吗 是这个报告吗 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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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 我想要讲清楚 我觉得你们应该讲清楚 就是说 我想 赵伟排这个有他的意思 而且是国民党的赵伟排的 我想他排的意思就是 看到林权院长讲那样的话 他想要去了解 这是民进党的非和家人政策 会不会因为 林权院长讲到两个条件下 可能重启考虑 评估 会不会产生变化吗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我们反对 但是他有这样 他要提出来 我们当然可以讨论 可是 5月30 会提的这个东西 跟教育文化委员会 6月8号 陈学胜委员 排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要讲清楚 我想 这个刚才 也很多委员提到 我觉得你应该讲清楚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我们 黄国书委员 我私底下问他 他说他死都不会排这个 在这地方我针对的刚才 吴智阳吴委员有提到说 大院委员如果排定这个 大会委员如果同意启动的话 我并不同意 我并不同意启动 这点我要特别在这边利用这个机会 允许我做个说明吗 让你说明 是这样子 我不同意的原因很简单 主要是因为 我为什么要安排专案报告 是尊重大院 因为呢大院有这样的做这个要求 同时呢我们只是 是不是会启动 基本上不是只针对着 这个燃料水棒的事情 要整个机制 即使排了专案报告 你们也不同意 对对对对 因为我要对 因为我们是核能安全管制嘛 最后的这个防线呢 应该是针对着安全无欲才可以 对 那么大院这一部分呢 我们是尊重大院 我们是给大院做报告 大院既然很关心核能安全 那他愿意要我们去做报告 我们求之不得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我们当然很乐意做这件事情 但是并不代表说大院同意启动 就代表我们会同意启动 原因是因为 大院所针对的 只是针对燃料水棒这一件事情 而我们所针对的这个启动呢 是包含所有的 机组里面所有的设备 安全无欲才可以 老旧了 是你 谢谢 好我想喔 那个主委我想你刚上来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上个会期 上上个会期 上上个会期 我拿到的资料 当时的教育文化委员会 现在的文化部长 郑委员 就是郑立军委员 他提案 他是要求报告 是 有没有说一定要 我们教育委会同意才能够启用 没有 那是什么时候 变成要教育文化委员会 这个同意才能够启用 好像是最近吧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 就是本来没有这个事情 然后 是有要报告 那当然 报告完之后 五年会通常会做一个决议 那当时也没有这样决议 可是突然 国民党在野之后 哇 刚才 就讲 他们就6月8号又做了一个决议 一定要的报告 我想我赞成 就好像主委刚才讲的 就算报告来了 我们 认为这个报告 OK了 但是 就算我们同意 你也不见得要同意 是 是 我想这个立场是对的 谢谢 就好像刚才有委员提到 过去 原能会 让大家不信任 就是他常常在当台电的橡皮图章 常常在当 和安神话的 橡皮图章 刚才我很欣赏你讲的一句话 你们要真正当做和安的守门人 谢谢 而且 2025就是很明显的 刚才很多委员提到 我这边有很多资料 我想包括我们最近 从三月到现在 包括媒体所披露的 其实合一合二 目前的一号机二号机 其实都面临到 他的这个水池 都很紧 而且你有说 你上来 你要当一个厨艺的主委 不是研议的主委 不可能研议 是 你是不是再保证一次 是 我还是这样讲 就是 像我过去所讲的 基本上 在我的任上 没有这个 研议的问题 只有厨艺的问题 所以 现在看起来 刚才很多委员都问了 事实上 我们这边也有很多资料 就是 从这里来看 就是我们 这些 使用过的 这些 棒数 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再容纳了 那原来按照 合一合二 他一号机 二号机 四个机组 他的厨艺年限 事实上都面临 会提前厨艺 那主委 你的看法里面 提前厨艺 是否已成定局 提前厨艺 对 我只能这样讲 新政府 基本上 讲得很清楚 就是 合一合二合三呢 如期厨艺 如期厨艺 跟提前厨艺 不一样 可是 可是现在有一个矛盾 刚才委员 包括我们现在再秀 这些图都 再秀一些 来 下一页 你看一看 我们的所有的 包括台湾现有的核电厂 他的时间 再下一张 我们核废料冷水池 核一厂 剩下各位数 下一页 那核二厂更快 是 他在今年11月 就会面临问题 那现在 他在建的干涉儲存厂 何一厂 我们去看过啦 他建在户外 也没有拿到 衰途保持的证明嘛 新北市政府不愿意给 对不对 基本上我们已经希望说 透过不断的沟通 然后基本上我们已经 事实上台电也同意 我们已经 针对的室内的干储 第二期的室内干储 基本上 我们已经朝向这方面去 努力规划 建造史上拿得到吗 新北市政府已经说不可能了 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去拿到吗 我刚才提到喔 核二厂很可能 最快今年11月水时满了 明年6月 核一厂二号机也满了 那么短的时间内 有可能解决这些 使用过的燃料棒吗 我还是强调就是说 主委你告诉我 诚实回答我有可能吗 依让目前的情势有可能吗 如果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不可能 我们在努力啦 主委 我想你努力我们都知道 可是事实上如果不可能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 在思考上 其实已经不是如其除异了 合一合二 已经面临就是要提前除异了 要停机提前除异 你怎么处理 不然你怎么处理 你那些合肺的棒数 你怎么使用过 你怎么处理 水池满了 甘醋船厂也拿不到使用执照 那怎么处理 台电说要分时 什么分时处理 我想那个 不是他们是采用所谓的 分时运转 分时运转 有关台电跟经济部相关的业务 包含刚才您所提到这些 甘醋的这些相关的作业 那这个都是现在目前台电在做的 那我原能会呢 你对台电有信心吗 你对他们在做甘醋 跟新北市政府在国民党 他们同样都自己在动 那我是 沟通都有问题了 我刚才强调就是说 我们的目标现在是朝着 就是如其除异 我们的目标是朝着如其除异 所以我们会进一些相关 毕竟甘醋也好坦白讲 它就是一个其中储存 主委 我跟你讲 其中储存 我知道因为我时间有限 我必须要坦白跟您说 如果以我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料 事实上干除 它当然是一个方式 可是到目前为止 即使盖好的 我们去看的合育场 也拿不到执照 然后还没盖的 人家也放话说不可能 那这么短的时间内 今年年底11月就要面临了 明年5月就要面临了 怎么可能去解决 核废料这些燃料 用过燃料棒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您可能如果作为一个幕僚 你应该是好好的跟院长讲 我们可能会面临到提前注意 是 是 我们要怎么样子 在能源的开发上面 更加紧脚步 尤其是绿电的方面 过去做太少了 2000年本来可以废核式的 可以开始来迈向废核加园 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 来开发能源 今年是2016了 已经过了16年 那现在面临的 已经是今年11月跟明年6月 合一合二都会满次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点应该要好好做 我想我们也会请招委 请你们来排 再来好好讲 这个马上就要面临的危机 你不处理这个东西 然后面临 刚才我觉得 国民党的委员讲的假议题 假议题 假议题 以前不是这个立场 现在变这个立场 以上 谢谢 好 谢谢张亮委员 OK 好 接下来请许智杰委员 主席 大家好 我们请主委 好 请 谢谢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主委那个 我们接续我们张亮委员提的 这个合一合二 提前除意 你现在觉得可能吗 我只能讲就是说 站在目前的整个一个政策上面 基本上我是朝向就是说 因为其实 可能吗 如果说 如果真是满足的话 那当然他就不能再运转 这个是我知道的 所以呢 这个其实光从核电的角度来思考 我现在看报纸 我们的林全院长 有指示要成立能源减碳办公室 对不对 那能源减碳办公室有两位政委 张景生跟吴正宗两位政委来主持 那里面有没有包括我们圆能会 目前是没有 没有 对不对 所以 圆能会只要合一合二 所有的核电除意之后 圆能会要做什么 圆能会 因为除意的工作 基本上就是很长的一件事情 我就说除意之后 圆能会还没有释助 我们当然可以 因为现在目前圆能会基本上也在 刚才陈如前面委员所指教的 他有提到说 基本上我们目前也在转型当中嘛 那基本上呢 我们在有关 对这是转型 再生能源这一部分 转型之后圆能会要做什么 还有合一啊 还有一些合废 全部都合 全部都2025 我们要合废嘛 要非合家园嘛 非合 我们2025 我们所有的核电厂要废掉嘛 是 那我们2025之前 我们 现在的政策是如期 除意嘛 那如果我们提早除意 是不是 只是主委要提早引刀志工 不是 啊 要不然呢 我刚刚问你说 今天如果废盒之后 原能会要做什么 呃 废盒以后很多事情要做的 刚才陈一讲 除意就是很多年了 还有合废的事情 合废低放跟高放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如果提早除意啦 如果我们原能会提早除意 会不会担心有自货的问题 后面就没有工作可以做了 这点我们要做的事情实在很多 太多对不对 所以你看能源减碳工事 竟然没有把原能会列进去 你要自己推荐啊 因为 不是 我想每一个 每一个都有分工 分工嘛 当然啦 所谓能够能源减碳办公室 能够如期非合 当然原能会就是要 如期或者甚至提早 这才是原能会重要的功能啊 今天如果没有把原能会摆进去 一定是如期的话 那你整个步骤 整个程序都不对了吧 所以 一个大原则就是如期 除意之外 我们希望能够提早除意啊 我们提早除意的话 如果我们 从考虑核电的角度来看 是考虑有没有危险 从考虑电量的需求来看 是考虑到我们其他的 运用够不够 如果足够的话 就可以让他提早除意嘛 对不对 是 对不对 所以你有没有去想到说 到底怎么样才够 怎么样才不够 有没有机会 就是在我们合一合二 现在不运转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有机会电量够 我们就可以提早除意嘛 对不对 这个你赞成吗 这一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赞成 但是我刚才讲了 有关 另外的 能源开发 或是相关的 特別是再生能源 或新能源的开发 这部分呢 是 经济部跟台电 甚至刚才您所提到的 这个 能源减碳办公室 他们的相关的业务 因为台电一直恐吓说 被载能量不足嘛 电量一直都不够嘛 所以核电就不得不继续动嘛 如果不动的话 恐怕我们民生用电 就要被剪掉 工业用电就要被剪掉 让人民觉得恐慌嘛 所以比如说 在整个被载方面 我不知道主委 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我们看台电这张恐吓的 这张图片 你可以看 一再的每次台电的新闻稿出来 被载容量剩下2.7 被载容量剩下1.5 被载容量已经接入 橘色警戒 台电供电7警已经亮红灯 所以你看台电就是一再用 供电不足 来效忽民众嘛 那主委你认为说台电有没有机会 在合一合二没动 他还是能够被载 能够足够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方法 我想他们都在努力当中 所以我基本上我 所以你现在有没有概念说 也许有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见得一定要合一合二 让他继续要运转到时间嘛 我想这个 有没有方法 他们都在想尽办法 在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我想我 我想一个办法让你参考 好 谢谢 7天公升 那个主委你 你不了解 了解 7天公升现在大概有多少含量 有多少使用量 基本上 我只能讲这个 我们看总电量 现在7天公升 大概总发电量 从北部中部南部东部 总发电量有300多亿度 300多亿度呢 我们占全国发电量的十几趴 我们一年大概有2000亿度左右 那这些7天公升呢 到底还有没有成长的空间 我们现在7天公升用组了吗 你知不知道 我讲 我不方便回答 你不方便回答 所以你讲的就是重点 为什么你不方便回答 以前旧政府时代怎么用 这怎么用啊 现在可以改变 为什么不方便回答 就回答啊 7天公升还有成长的空间 还可以增加继送 我们就回答出来啊 因为我是 我的业务只是这个 核能安全监督啊 那个主委 你太 主委你太敬责了 但是呢我要告诉主委 今天 如果你是经济部长 你回答的答案是不是不一样 你就方便回答了 对不对 今天我先 现在假设你是经济部长的身份 你回答 那是假设计器不报 我还是强调就是 不是啦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说 气垫共生 事实上还有空间 气垫共生不是所 台电所说的目前这么吃紧 气垫共生的价格跟电量 还有调整的空间 对不对 所以从气垫共生这边来调整 他的被载容量 就不会像他恐吓我们的那么少 气垫共生如果调整电价调整 电量之后 有可能我们被载够的话 核电就不见得要使用 所以主委 我说这个节能 能源减碳办公室 必须要把原能汇列进去啊 谢谢 知道了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该说的就要说啊 为什么不敢说呢 我觉得面对气垫共生的价格 跟电量的问题 我们新的政府 应该重新面对国人 让国人知道说 我这里是一个解套的方案之一 也许我可以核电不用 我还是可以解决 用电量的问题 当然这对主委来讲有点痛苦 这叫 所以我刚才讲这叫引刀志工 我今天虽然把核电全部都裁掉了 但是我台湾还有可能用电量是足够的 没关系 我们原能会 即使不做核电 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啊 还可以再想啊 所以我觉得主委应该要面对这个问题 宁可为了台湾国人的安全 牺牲不问我们原能会员工的权利 我们新政府用其他的方式来弥补 但是 非核我们有可能提早完成 我们不见得一定要等到2025 虽然这是目标 但是我们能够让蔡英文总统在2025之前 提早来完成非核家园 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你觉得呢 是 是吗 我想你刚才讲的都正确了 那基本上呢 我谢谢委员的指教 不过针对刚才有一点 我想我可能要说几句 那就是 不要讲太久 因为我时间有限 基本上就是 我绝对没有考虑到说 这个引刀志工的这个事情 是 因为我觉得我是在为国家做事 为全民在做事 所以说 不会的 更何况呢 合费这件事情呢 是跨世代的工作 所以说基本上呢 我就怕我事情太多了 而不是怕事情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我只是 要再次的重申 就是有关用电这些相关的事情 还有电力开发 不是圆能会 圆能会 圆能会 只做相关的监督跟核能管制 其实有时候 不必志工也能成功啦 是 所以呢 倒不用那么害怕啦 你看那个葵花宝典 第一页说要 要练成功必先志工 要非非核 要有非核家园 必先把核一核二提议 好这个是第一部曲 好第二部曲呢 就是即便志工未便成功 看到就起死了 对吧 好你今天即使核一核二废了 电量足不足 其实那是长远的问题 好第三部曲呢 叫做不必志工也能成功 我核一核二 我可以转成其他用途 我圆能会照样有其他的功能可以发挥 但是呢我也可以达到非核家园的效果 好所以呢 我们来看台东台电的供应量 其实是不换寡而换不均啦 其实不换寡 我们不是不足 我们是不均 我们是全国的智慧电网 没有去好好的安排好 我们可以7公升可以再生能源 可以不断的去搭配 然后把这个智慧电网建构起来 我们核一核二的用电量 用这些来补就足够 我们核能的用电量用这些来补就足够 好所以呢你看那个圆能会 520交接的简报 这是圆能会交接的嘛 第七点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强化推动再生能源 是 节能与智慧电网技术研发 所以你看 有 这是圆能会交接的重要工作嘛 所以你要跟院长自我推荐 这个绿能减碳办公室 怎么可以缺我们圆能会呢 圆能会在这一部分应该要主动争取 主动提供好的意见 不见得要由我核电 大家还是有办法可以去供电啊 好所以这个部分是你们的业务组织长 那我们再来看这一张图 这张图是哪里 不知道我们的主委知不知道 这叫云林光电秦社 这养机场嘛 上面呢做的太阳能光电 然后你可以看喔 他们现在申请的 户数越来越少 为什么 这个都是再生能源啊 这个都是绿电啊 这个都可以来补不足啊 但是因为它的回馈的线路不足 回馈的线路不足 所以呢现在变成人民没有意愿 去做这样子一个动作 总而言之就是智慧电网 事实上有很多的困境 我们希望说最后啦 最后 我们拿最后一页来看 就是2025非核家园 新政府必须周延规划 也就是说我今天新政府 从2025非核家园 我核电没有了 我的气电共生系统 我的绿电系统 我的回馈系统 那我要怎么样去设计搭配 然后这样子的电量 足够取代核电 我们才能够完成非核家园 所以呢我们希望说 本来是应该要求这个绿能 减碳办公室要给我一份周延的报告啦 那现在因为他没有把你列进去 所以我希望你主动要求列进去 然后呢你跟他们讨论之后 我希望从原能会的观点 跟绿能减碳的办公室的观点 应该是一致的 就是落实2025非核家园 新政府有一个整体的配套措施 不是只是目标摆在那裡 我所有的程序步骤我应该怎么设计 是不是有一份这样子完整的报告给国人 不要面对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这样永远你都不知道 非核家园到底完成了没 所以这个报告是不是 第一个你主动推荐进入绿能减碳办公室 第二个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 国人一份周延的规划的报告 基本上我 因为目前我还没有 我没有进入 还没有进入还没有参与这件事情 所以说第一件我要先参与 然后呢我还不了解他们现在目前的 运作的规划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不敢给那个 如果 但是我相信这个报告是应该是要 如果以你原能会自己的观点 列一份周延的规划 报告可以吗 你先列一份给我看 给我们委员会看 给我们国家看 以原能会的这个 那你列出来之后 你可以再把你的观点 再跟能源办公室去做check 好可以 所以这一部分是不是先请原能会 列一份报告给我 好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一个月内可以吗 一个月内 就是我从2025的目标 整个中间过程的程序步骤 我们要清楚的 让国人晓得这样好不好 好 一个月内 好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徐委员 好 接下来我们请黄国书委员 好 谢谢主席 有请谢主委 好 请主委 今天是原能会的例行性的业务报告 那今天绝对不是和一场一号机重启的 专案报告 我再强调一次 好 谢谢主委 我想2025年的非和家园 是不分蓝绿 全民要共同要努力的目标 好 我想请问一下 谢主委 你是不是也站在这个目标的前提下 来进行你的施政 是的 好 很好 好 我想请教一下 目前夏季 每年到了夏季 大概台电或经济部大概都会用限电的危机 来提醒民众要节能 节能没有问题 但是今年比较特别 今年有涉及到和一场一号机要重启的问题 好 经济部的立场大概是 没有安全就不会重启 一定是在安全无语的情况底下 才会考量到和一场一号机重启的问题 对不对 是的 是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 什么叫做安全无语 安全无语是谁来认定 谁认定 安全无语基本上 目前是我们圆能会来认定 好 一定是圆能会专业的判断说安全无语 就安全无语了 是不是 原则上是的 好 那我问你 所以你有一定的专业跟权威 是 我们全民都相信你 是 我们立法院的教文会 不管没有拍专案报告 我们也都是听你们的 是 对不对 所以主委你说安全 我们就相信你了 你说不安全 我们也相信你嘛 是不是主委 应该是的 应该是的 好 那我现在就问你了 以你的专业的判断 你的了解 现在的合一场一号机 到底是安全无语呢 还是安全有余 现在到底是安全无语或安全有余 基本上呢 从专业上来 我没有办法现在目前说 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 第一 现在目前没有这个状况呈现 如果说台电或经济部要求要重新再起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按照我们既有的检视程序 好 你上任以后 有没有启动新的检测程序 我们原则上是没有 没有 好 问题就来了 但是我们每一天 基本上还是有做例行性的 针对合一场一号机 维修 每天都有维修 好 他们的维修的检查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那你们每天都有做维修 那现在合一场一号机是安全无余 还是安全有余 所谓的安全无余 是彻底的安全 没有问题的 任何一点问题都不能 我还是要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所谓的安全有余 或是安全无余 是当它如果要放 如果它在运转中 我每天在做的相关程序里面 那当然它就是属于 因为它在运转 那它一定是安全无余 好 我再问你好了 它现在是不是完全的安全无余 你告诉我 我只能这样 在这个地方 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说 我刚才已经强调了 到目前为止 它到底是不是 我们基本上要经过 我们的严格的检视的以后 还有程序完备以后 好好好 所以吧 所以你今天也没有办法 非常确定的跟我们 教育文化委员会说 合一场一号机是安全无余的 是的 应该这样说吧 可以这么说 好 我手上啊 有这个 原能会送来的安全评估报告 这个 100多页 密密麻麻 你看过这份安全评估报告 你有看过吧 有 好 但是这个是104年针对 这个评估报告是104年6月送来的 到现在啊已经 四隔 一年啦 四隔一年啦 四隔这一年 这一年来 有没有新的安全评估报告 520以后 有没有重新去做新的安全评估报告 没有 有没有 好那主委我再问你了 这个安全报告是104年6月做的 就是一年前做的 四隔一年的安全报告 好 主委 你会安心的背书吗 不会 不会嘛 不会嘛 所以 那我再问主委 在这个会期 主委你会不会再请求 教育文化委员会再排合一场一号机的 专案报告 会不会 原则上是不会 如果没有 不会嘛 好 不会 那下个会期会不会 我刚讲原则上不会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 台电或是经济部 他们启动了 申请要再运转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我才会启动 刚才有 这样 你才会请求 教育文化委员会 排专案报告 是的 好 那 如果教育文化委员会 不排呢 如果教育文化委员会不排的话 基本上呢 我还是会延续的 跟过去的做法是相同的 那就是所谓的呢 所以你们也不会主动请求 排案嘛 对不对 不会吧 好 这个我 所以 照这样说 合一场一号机要重新啟用 恢复运转啦 遥遥无期啊 几乎不可能了嘛 我可以这样子说啦 那未来大概 重启合一场一号机的可能性 几乎是零 我可以这样直接说 好 那合一场一号机 停止运转的期限是什么时候 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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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概就两年的时间而已呢 那未来两年如果都没有 排船上报告也没有重启 所以他就自动除疫了不是吗 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我只能这样讲说 他就是 就应该就是停止运转 好 但是因为除疫有除疫的 规划 程序 他有一定的步骤 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目前重新启用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所以原能会可能要去处理 提前除疫 这个议题了 可能就要了啦 可能你们就得去准备啦 所以我今天 大概给你们这样的一个建议 好 我给你看我们历次的 针对合一场的 审核报告的会议记录 最近的一次是104年的4月10号 那去年一整年呢 完全都没有作为耶 原能会啊 所以主委你上任以后 我希望你要有新的作为 是 再来 2025年非核家园 是我们的目标 要如何达成 要如何达成 可能达成吗 我现在问 看你 看 看委员 基本上是怎么样定义的 好 如果我们定义的 合一 合二 合三 都停止运转了 它是停止运转 2025就是合三嘛 合三厂二号机嘛 最慢嘛 就停止运转了 好 可不可能达成 我只要一个答案 可不可能就好 可能 可能 是 你愿意把这个当成你的目标 是的 好 那接下来就要处理核废的问题 那很清楚 核废的问题怎么处理 可能你们要开始去想 怎么处理核废呢 现在 限制储存 核一 核二 新北市政府已经摆明了 他不会同意 现在核一厂那些干事储存 现在 他根本水土保持都不给你通过 限制储存 有可能吗 我觉得 基本上 因为这里面 如果是技术性的问题的话 那当然我们技术性 我们可以要求 但如果是政治性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当然目前就是朝着沟通方面去做 好 那境外处理呢 境外处理还在推动吗 没有 没有了吧 好 那台电最近丢了一个议题 核废要放在无人岛 请问 台湾哪一个无人岛适合放核废料 哪一个 基本上 没有 哪一个 答不出来了 答不出来了 所以啊 所以主委你要做事情非常多啊 你要严格的监督台电 你要讲 你要放无人岛之前 你们就要经过审慎的评估 不然的话不可以随便乱讲啊 我这个县 我这个县的辖区里头 如果有无人岛都有可能 那不造制造人民的恐慌吗 到底哪一个无人岛 事实上台电目前现在他们是在 他们9月就提出一个可行性评估报告出来 他们是有在做了 哪一个无人岛啊 是太平岛还是钓鱼台啊 基本上 我想 不可能嘛 好 好好去监督台电 另外 我要特别提到 在我们现在圆能会的网页里头 主委 我看到你的话了 你提到了 很好啊 稳健废核及核废处理 则是圆能会未来的重点业务 很好 可是你们的主要任务啊 你看看你们的主要任务 写什么呢 圆能会秉持安全第一 检政辩明法规松绑之精神 你们的主要任务里头 完全没有你的那个精神主张 完全没有 你看 我要给你看下一句 蔡主任委员其勉同仁 除了天职青年依法行政之外 你还在沿用以前蔡主委啊 你知道已经换了几任主委了 你知道吗 你还在沿用蔡主委的话 所以 主委 我很担心你 你很有想法 你很有理念 你很有立场 但是你领导的圆能会啊 可能 没有跟着你的脑袋换啊 可能还在沿用过去的做法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要提醒你喔 真的喔 我们的整个网页呢 我 其实我们已经在规划中 在最近 最近将来我们网页要全部更换 要全部更换啦 是是是是 里面的圆能会的网络的内容 完全没有提到任何的 2025非核家园 没有提到废核的主张 反核那根本就不用讲啦 是 所以 主委 我认为 台湾不要再有下一个辅导的危机 那我也很感谢 我们的国民党委员 也都在上面签名了 所以这个议题在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啊 是不分蓝绿 我们都坚守这样子的 非核家园的主张跟立场 我在这里要鼓励谢主委 勇敢的做下去 我这边请送给你 好 谢谢 好 谢谢黄昭伟 好 谢谢黄昭伟 好 谢谢主委 下一位我们请江来兴委员 主席有请主委 好 请 谢主委 我想再确定一下 你刚刚答复前面的委员讲 今天如果核一厂的一号机 你专案报告在立法院报告过以后 你也不会启动核一厂的一号机 是不是 你也不会同意它启动 那是我前面讲的话 但是后面我还有一些说明 说明为什么会讲这句话 那我当初讲的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原人会是站在安全监督立场 对啊 那为什么要送到立法院 如果基地部 如果是其他单位要求的话 你还是会送过来 原则上是会的 对啊 还是会做专案报告的 但是 你这次是谁要求你送到立法院来的 没有人要求我 基本上是这样 没有人要求你 我们只是接续着过去所做的 好 那你刚刚也讲到 核一厂的一号机 刚刚我们招伟在问 到底是安全无余呢 还是安全有余 你刚刚讲是因为 104年的6月报告是安全无余 现在已经有一年了 对不对 是的 所以你现在认为是 不是安全无余 是无法去议 我没有这样说 我只是说 如果还要再启动或再运转的话 我们一定要先做相关的 严格的检视 或检查 森查 然后确定它是不是安全无余 是的 主委 主委 今天是你第一次到立法院报告 所有的话全部在录音 是 全部在议事录全部看得到的 绝对不可以无中生有 是 绝对不可以说谎 懂吗 政委委员的提案 行政委员委员会 包括政委委员 现在的政部长 他当时是在怎么样情况下提出这个 动议 白纸 白纸黑字写的东西 你们都不看 好 你今天 你今天 我们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 要依循我们的 一定的 我 我再问你一次 合一场现在是安全无余 还是安全有余 我还是强调 在我的份 你如果说你问我合一场 是安全有余还是安全无余 那我一定要经过 我的严格检视了以后 才能回答复这个 答复你 所以你现在无法确定吗 现在是无法确定 好 合一场 另外 燃料水磅连接杆 断开对核电厂 运转安全检讨 专案报告 报告人 行政院 能源委员会 谢小新主任委员 中华民国105年5月 这是你送到立法院来的报告 这一份只是针对着 针对着燃料水磅 我念给你听 我不管你是针对什么 这个报告的第九页 台电公司 所提合一场 水磅连接杆 断开专案报告 经原人会审查 审查以确认其内容之完整性 及合理性 在左以相关监测 计划及行动 与行动基准 可确保机组运转 安全无鱼 安全无鱼 确保机组 安全无鱼 我还是强调 那只是针对着燃料水磅 我不管你是针对着什么 而且是针对着114 这是你送到立法院 是的 叫我们来 让你进行专案报告 你告诉我们是安全无鱼 是 这个是105年5月的 刚刚赵伟拿的是104年6月的 两个显得是一模一样 各位 今天改变想法 没有关系 我5月30号觉得安全无鱼 我现在6月13号了 我认为不确定 那是你个人的问题 可是你不能否定 你自己过去做的事 你不能否定 你告诉我们立法院 教育文化委员会 你不同意它启动 你就不应该送到立法院来 你要同意它启动 你才应送到立法院来 这就是当时 郑立军委员提案的意思 第二个 你同意它启动 你给我们的立法院的报告 写的是安全无鱼 你到现在来讲说 没有安全无鱼 你在 你在 玩我们立法院是不是 你在害 林全力 行政院长是不是 你的这个报告 送到立法院以后 行政院长就讲了 考虑重启一号机 然后这个礼拜 反反复复 然后行政院 及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的 座谈会里面 你就在讲了 不确定安全无鱼 所以做了四点共识 主委 第一次的报告 如果不能让人家取信 以后你原能会的 还做什么 你刚刚自己讲过 原能会的工作是什么 确保核能安全 你也讲过 讲过什么 原能会不是行政院的原能会 是大家的原能会 未来严守中立 资讯也会更快透明 让核能安全做到滴水不漏 你现在是行政院的原能会 还是全民的原能会 你再刺打嘴巴 你知道不知道 你给我们立法院的报告是什么 白纸黑字写的 是你自己的名字 然后现在在这否定 你不是要向立法院道歉 你就是要向林权院长道歉 立法院可以跟你这样子玩的吗 你不同意启动 你就不要送来 你要送来 就表示你同意启动了 而且你送来的报告上面 写的是安全无虞 为什么现在又这样 不确定呢 5月30号到现在6月13号 改变得这么快吗 发生了什么事 你告诉我 我可以 发生什么事吗 我可以回答了吗 除了发生政治之外的事情 其他还什么 我 江文言我可以回答了吗 可以 好 我还是要再重申 有关刚才您所提到 这些相关的报告 基本上呢 都是针对着燃料水棒 只是针对着燃料水棒 对啊 可是一个机组的真实的 针对燃料水棒 一个机组 我们当时讲的 立法院当时审查的时候 当时的状况 我不知道你们 当时是郑立军委员提的案子 不是国民党委员提的案子 江委员 这样子是不是方便 让我请何管处的 张处长 不需要 你这事情应该在老早之前 你就要了解 不是到这边才去来了解 不是 也不是到这边来跟我说服 我还是强调就是说 各位 我们是针对着燃料水棒 如果你原能会不同意台电启动 你根本就不应该送到立法院来 郑立军的提案 也没有针对那个连水干的问题 是你连原能会 如果你同意台电重新启动 和一场一号机的话 你就要到立法院来报告 所以你要同意它启动 你就应该要包含全部 而不是说 你连水干的这个 这个水干的事情 我断掉了 我同意它安全无欲了 其他的我有问题 开玩笑 你可以这样子切割吗 你切割的话 还报到立法院来干什么 我所了解的 你在呼噜我们立法院是不是 我怎么敢呼噜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是呼噜你立法院的话 你需要跟立法院道歉 绝对没有这个 如果确实 我特别强调一下 你和原能会同意它启动 如果是安全无欲的话 害了林院长对外讲 说我要考虑到一号机启动 然后你又在讲 无法确定 你不是在害林院长吗 我无法确定 5月30号才送到立法院来的 6月初 林院长就说考虑到 重新启动 刚才您所说的 主委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知道你在做的是什么东西吗 我当然知道呢 知道在骗我们立法院 我没有骗立法院 没有骗你 你的公文怎么这么写 我还是要强调 就是说 你的公文怎么这么写 我还是要强调 能不能听我再说几句 我不知道你要再说什么 我不知道你要再说什么 白纸黑字写得这么清楚 公文上面是这么讲 原能会同意台电 台湾电力公司 重请一号机运作之前 要向立法院报告 专案报告 这是你的公文上面写的 你面的报告 是写得清清楚楚 安全无余 因为 这个还是 我还是 你看那个图形 你还好意思说什么 都是针对着燃料水棒 我不管你说什么 我不管你说什么 如果只是一部分安全无余 其他的还是有问题的话 你怎么可以到立法院来呢 你怎么可以到立法院来呢 因为当初的事件的发生的原因 就是针对着燃料水棒的破损了以后 要做报告嘛 那当然是针对着燃料水棒 这件事情 这件事故 我们来做报告 所以如果是燃料水棒的话 你同意它 认为它安全无余 你同意它重启 你就讲 你是同意 重启一号机嘛 对不对 你要同意 重启一号机 才要到立法院来报告 所以 启会 启动有一定 启动还有一定的程序 你自己把公文 好好地 直直细细地看一遍 好不好 到这边来 跟我讲这种话 呼噜我们立法院 玩弄我们立法院 这点 这点如果说 看不起我们立法院 没有没有 我们立法院看不懂公文 你问立法院看不懂字 是不是 不是的 如果有误会的话 我在这边很抱歉 但是的确不是 我不是误会 我不是误会 你怎么可以到现在来讲误会 你白字黑字写出来的东西 然后说我们误会 启动有 启动的一定的 我们看不懂啊 启动有启动的一定的程序 我们看不懂啊 我不管你有没有一定的程序 你同意它启动 你才能够向立法院报告 你不同意它启动 你就不能向立法院报告 这个是当时我们提案的精神 同意之前 一定要先跟各位报告才行 没有报告 你要同意了以后 向我们报告以后 你才能够照它运转啊 你现在还在玩游戏游戏 是不是 主委 好 你自己想想看 今天第一次报告 你就玩这种游戏 我没有玩什么游戏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张委员 好 接下来请李立芬委员 跟大家报告 李立芬委员咨询完后 我们休息15分钟 谢谢 我还没听来 好不好意思 主席 麻烦请委员 好 主委 好 请主委 主委 辛苦了 刚刚好像 还有很多的 要说明 没有时间 我知道说 我有刚刚听到 主委有跟其他委员 在咨询的时候 有回答说 5月30 为什么要送打这份报告 其实它是一个例行的 所以你接下来 你还是会再重启相关的一个审查 是不是这样子 是是是 但是这个要 还是要接受 接受台电跟经济部的相关 但是我们会先开始 开始做 先开始做 好 所以这个是不相关的吗 我们还是会再重新 再重启审查 第二个刚刚也有质疑 就是说 院长的对外宣誓 跟我们这份报告有关系吗 您所指的对外宣誓是 就是说可能要考虑启动 那个 这个合一 这个部份 我真的不清楚 不清楚 对对对 而且我认为院长所讲的 据我们事后的了解 事后不是事情 事后的了解 院长主要目的是 强调就是说 他并不是 他的意思并不是要说 核一要再重启 他只要讲说 核能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安全无语 才怎么样做 好 谢谢主委的说明 因为刚刚赵伟一直讲说 其实我们今天 是要针对业务报告 所以不是为了 这件那个核一场重启一号计案 所以我想说 我现在就是要针对 我们的原能会的业务来 有一些问题来请教主委 我不敢 第一个就是 6月8号礼拜三 其实蔡总统已经 非常的在清楚的宣发 那个公开发言当中提到说 2025年完成非核家园的目标 从未改变也绝不会改变 所以显示总统对于 完成非核家园的决心是 是非常的坚定的 那我想说总统已经这样宣誓了 我相信主委你是不是 也是抱持的相同的立场 承诺在 2025年非核家园这项目标 不会改变 也会努力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 是 坦白说 我在当初接任之前 跟到现在为止 我的理念都是一致的 我讲过 我接受这份工作 就会彻底的继行 这个新政府的政策 那2025非核家园是它的目标 那我当然就是到 2025的目标去走 好 谢谢 那其实在我们看到 主委今天的报告当中 有提到我们的原能会 有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在核电厂的安全监督 还有核灾应变措施 以及核废料的相关的工作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主折的业务 可是我这边 我们也整理了一份资料 就是从2010年到2016年 在6年当中 我们看到台电公司 它的核能发电厂 至少发生了 14次的重大核能灾害事件 那我们看到 那个监察院这边的相关的资料 在93年到102年期间 也发生了 台电公司也发生了 异常事件87件 违规案件60件 以及应该注意改进的事项 也高达了553件 所以其实主委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民众对于 我们台电 还是我们原能会 在这个部分信心 就是没有信心 对 那我不知道说主委 你觉得 接下来你要怎么样子来 提升我们民众的一个信心 我刚才也曾经讲过 第一个呢 原能会本身 要资讯公开嘛 然后严守中立 对 让社会大众呢 能够争取社会大众的信任 我想这个是最基本 这是第一个首要 可以说是第一要务 因为呢 如果社会大众不信任的话 我们说什么 他们都不会相信的 对 那另外呢 我就配合刚才委员所提到的 你们所放出来的 坦白讲 我真的很不满意 我真的很不满意 就如同呢 我在 大概差不多两个礼拜前呢 我跟正部副主委 去看核二厂二号机的时候 我曾经跟他们说过 我说 核电厂 只要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就算是一个螺栓的问题 那基本上都是很大的问题 相较于火力电厂 或是其他的电厂 所以说 我希望就是说 能够做到林缺师嘛 但是我特别强调一下 我们是监督它了 那么我可以要求它 但是真正在执行这一块呢 还是经济部跟台电 他们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所以说 我呼应刚才你所提的 基本上我是不满意 所以我们原能会还是要做好整个核电安全的把关 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嘛 那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在实现整个2025的非核家园之前 整个核电的一个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这个报告当中 我们也看到说 您有提到说 我们会跟国际接轨 跟国际重要的组织来合作交流 那其中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 知识联合国的一个组织 叫做国际原子能总署 那它里面 这个总署它在 有一个公约叫做核能安全公约 它是在1996年生效的 那我看到我们原能会 好像也有依照这样的一个公约 针对14项要维护核能发电安全的一个义务 应尽义务 我们有提相关的国家报告 对不对 第一次是在2005年 一份英文的 那最近的一次是在2011年 可是按照这个公约 其实它是要每个国家 虽然我们没有签署啦 可是如果我们要遵照它的整个做法的话 其实是每三年都应该要提出国家报告 可是我在网站这个部分 没有看到我们最新的国家报告 不知道说有没有在进行当中 这份我们应该是有在 我想这样子好了 因为主管业务的张处长在这里 好 跟委员说明一下 委员的讯息是对的 如果是我们是会员国化 是每三年一次 可是因为我们不是 所以我们是每六年一次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写完的报告 还是没有人来跟我们一起互相来检视 所以我们跟美方有一个协议 就是说我们的公约报告 我们的国家报告 我们会跟他们互换 那当时的同意就是每六年要执行一次 那事实上明年我们新的报告 就会给他们来做检视 所以美国也是每三年提一次吗 他们是每六年吗 他们每三年他们是会员国 可是因为他们要特别来看我们 所以他们还要有他们人力上的考虑 所以我们当时是说好 就是六年一次 可是六年会不会太长了 可是每一次我们在检视我们的报告的时候 我们都会重新去把 别人的三年的报告都重新再检视一次 所以我们一定是跟上国际的脚步 好 这个部分我能不能提供 主委一个参考的一个做法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针对比较是国际公约这个部分 我们在台湾我们都是用施刑法的方式进行 我是要说主委知不知道 不了解 就是两公约还有那个西斗 还有儿犬公约 还有那个最近通过的伸葬公约 就是说我们因为国际的一个 我们都知道国际的一个困境 我们没有办法去签署这样的国际公约 可是我们在台湾我们是通过 这个公约的施刑法 让这个公约在台湾就等同我国的法律有效力了 所以我只是在想说 我们怎么样在让这个的核能安全公约 也能够是不是也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方式 让它能够更制度化常态化 让我们在这段漫向非核家园 这段时间我们能够用跟国际相同的一个标准 来做相关的安全的一个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原能会去研议就是说 我们如果用一个施刑法 然后我们是不是应该怎么制定 然后是不是可以送到立法院 然后来考量往这个方向来努力 可以 谢谢主委 那再来呢 是针对我们未来的那个组织改造 因为我们知道 目前我们原能会目前是二级机关 可是接下来好像主改之后 我们会到行政院这边来 然后变成了三级机关 那我不知道说主委 那你对于这样一个主改之后 原能会的角色功能 你会觉得说跟现在有没有什么不同 以及未来如果要扮演一个沟通协调跟监督的角色 会不会有产生相关的一个困难 我想从前从最后一个问题回答 我觉得当然会有困难 我就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来讲 各位现在都认为原能会跟台电之间有 好像不可切割的关系 那你们如果想想看 可是现在台电或经济部也好 跟原能会 特别是经济部跟原能会 它都是平行机构 可是将来有一天 原能会变成核能安全管制委员会的时候 它就变成三级机关 基本上要审核它审查它的 坦白讲这些 基本上这两个位阶不对称 那证明就第一个问题就出现 第二个参与的工作人员 基本上原先是在二级机关里面 它的这个职等 等变成了三级机构以后 基本上它心里面的各方面 的情绪还有一些 那这些也是 另外还有就是 原能会相关的业务 坦白说这些年来 已经慢慢在转型 那转型当中里面呢 特别是针对核子医疗这一部分 坦白说到目前为止 我所知道 大概就算是做人员的 基本上这一块基本上的设定 也相较于这专业人才 还有一些专业的一些 技术性上的工作呢 那坦白讲都不太能够取代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那坦白说刚才讲 这都不利于将来的 核能管制工作的执行 那主委有什么样的想法对策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今天还是强调就是 我今天来的工作呢 就是如何把我们 原能会的相关的工作 特别在核能安全管制 这一部分呢 核能安全和福安监督 这一部分能够表达清楚 还有这相关业务 针对着 从刚才到现在为止 针对转型的一些再生能源 或者是 因为我是觉得这些 跟经济部目前的一些相关的业务 就是重叠的 那更何况呢 我们不是经济部的 目的事业主管机构 所以跟台电之间的关系呢 所以我基本上呢 我尽量避免去谈这个问题 那如果 委员这么提出来呢 那当然我坦白说 我就要帮 事实上我是在这个位置上 坦白讲 因为未来的厨艺也好 或是核费也好 基本上是一个 跨世代的工厨 其实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今天我们大部分时间呢 就都放在一些 一些那些事情上面 我觉得在厨艺跟核费这一部分 坦白讲我们目前各部会也好 包含园能力会也好 我们都不够积极 所以我希望能够更积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问我 我可以这么说 我当然很希望它至少还要维持 是三级的 好 可是目前 对不起 二级的 对对对 不好意思 目前组织法 似乎看起来是三级 可是我这边可能就要跟 主委做一个建议 就是说 我们行政院是不是可以 应该可以建议行政院 成立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协调的一个机制出来 一个汇报出来 这个部分请主委参考 第二个委会觉得说 我们如果变成那个行政院下面的三级 然后因为以前我们叫做原能会 是因为我们要开发原能发展 可是我们未来的发展 我们是要往非核家园 所以我不知道说 这个的名字 因为以后的名字会叫做原能安全委员会 是不是还要保留这个名字 也提供主委去思考一下 因为如果我们要非核家园 是我们未来的努力的一个目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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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以上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李委员 谢谢主委 好 我们现在休息15分钟 好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现在休息15分钟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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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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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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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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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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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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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